月月家的车库要收回来了 不对 我要纠正一下 是我家里面的车库要收回来了 看到没有 那么大一件事情要我来出面 所以我现在是觉得我要慢慢进入这个角色了 就要进入我是这个家的男主人这个角色了 等会我就看一下车库师傅搬的怎么样了 我前面听到大卡车来的声音了 所以我现在是下来了 这个车库为什么要收回来呢 因为我是和我丈母娘还有老丈人说的 我说月月还有两个月就要生小孩了 接下来肯定是需要打把手的 就是我老爸老妈估计会过来的 那过来住哪里呢 之前已经来了两次了 都是住在门口小区门口那个小宾馆里面 之后再过来打把手 就不是三天两天那么短时间了 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 那住哪里啊 还住门口的小宾馆 车库收回来好好弄一弄 买张床 老爸老妈在车库不是蛮好吗 带着我家老狗酷比 酷比又不能爬楼 那么老了 晚上半夜凌晨两点还有早上六点都要溜出去 让他尿尿的 他住车够好 我去看一看那个老师傅竟然搬的怎么样了 东西那么多 怪怪这里还有那么多 还叫了搬运师傅呢 这个都是要的对不对啊 你都要的 下面有点滴水这个 还慢点啊 终于看到我自己家的车库了 这是我的车库啊 以后给我父母腾出来 这个还有吗 老板能拿这些呢 这个 没有了 还有鸡炭了 看来这个大货车塞满了 我看要塞满了 感觉都是好东西 师傅 你那个防梦钥匙在不在 我先拿掉 明天还来 明天还来 老板你这柜子还有余用啊 这柜子拆不了 这个楼梯要拆了 不拆转不上去 这个怎么弄啊 车库要好好弄一弄 重新完全装修一下 大行李箱 这个都要宝贝东西 看到现在就这个大行李箱 还像电话 又出来个行李箱 两个行李箱 有空调空调有的 月月跟我说空调没有 还有个电热水器 电热水器也有的 明天早上那个结束啊 不是今天吗 明天让你结束的 师傅 你今天东西全部搬清楚 拿走的都拿走 今天晚上搬清楚 你要是总共给我了 你明天还来干嘛呢 是不是 我也是服了 这个场景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说老实话 这个老师傅还蛮厉害的 他在我家的车库 搞直播 这个不是补光灯吗 这不手机支架吗 可以的 够潮 那里面还有个手机支架 白猫巾 还是个手机支架 我看从这里到这里那么多 还有这里那么多 还有房间里那么多 这个车啊 估计要堆得满满的来 都是好东西啊 一定不能重放 一定要轻放 笑死我了 什么东西都是 快快 又出来养宝贝 听你啊 师傅 前面这个师傅说的一声都是破烂 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个是宝贝 这样再把地下伤 这个是宝贝 对 你不再 来来来来 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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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马 马马 再这个 月月 下来 不来 不来 就是你那个地上 那乱七八糟东西 明天早上一大早 全部弄干净 明天给我们钥匙 可以吗 师傅 我老婆在上面发话了 明天一早弄结束啊 师傅 那个地上那么多 你怎么趁早了 对不对 不是 你里面这些东西 肯定要给我处理干净呀 对吧 里面东西给我扔掉吗 真的是吃不消 吃不消 我老爸老妈看到车库这个样子 他们以后会过来住 我真的是晕 那两个搬场的师傅 一边在搬 一边嘴里面在碎碎裂 他们说他们搬了几十年了 没有搬过那么脏的东西 我的天哪 这怎么弄 还没有完全结束了 我本来以为今天晚上 已经可以完全搞彻底了 我前面是去收钥匙去的 他说明天 本来说明天早上的 后来我那个视频也没录 后来他说明天晚上 我说明天晚上几点 他说明天晚上十点之前 给你全部搞干净 哎呀 我的天哪 回去了 回去了 钥匙也没收到 不过这个 这个男主人这种感觉啊 当了一回 这感觉倒蛮好的